其中一個大家很貼身 覺得很大是失業率的問題 這個我相信都可以說 因為剛才聊天的時候 局長跟我們提及過 其實一些大型公司如果有裁員的話 他們會先通知勞工處一聲 所以最近如果有裁員潮 可能政府早就知道 譬如現在在你掌握的資料裡面 多不多大公司已經跟你們報定案 我們接下來會解僱人 通常就是早一天兩天 我們就會收封 有些就是我們叫非正式 透露一點 讓我們作好一些特別的勞工處 作好的準備 就是我不可以說哪一間 我知道 但是近來有準備 會不會這兩天收多了 我的感覺就沒有 事實上你可以這麼說 由疫情開始到現在 偶爾也有 到11月份的情況就明顯一些 因為第二期的補貼之後 補就業計劃完結後 就可能不完結 不過他就這麼說 雖然局長不能說 但是如果我們說的話 例如剛剛有線裁員這個 其實又不是很涉及到勞資糾紛的 其實他們是一個裁員 就是勞資關係的問題 就沒有什麼糾紛出現了 但是通常這些都會跟政府說定一聲 就是萬一有什麼事 他們可以應變 其實你是內部怎樣去預測 未來的失業率的上升幅度 一我們就不會去預測 當然我們叫做官方地 就不會去作有關的預測 你問每一個人的心力中 可能有一條不同的數字 當然我們不斷去看的 就是很多其他的數字 包括了一些經濟活動 包括了入口出口 包括了零售 包括了一些我們其他一些 可能是主觀點的指數等等 去反映未來一段時間的變化 所以這些就差不多 有數字我們就要詳細去看 但也沒有什麼計算 因為結束了兩期的補就業 就說明一定不會有第三期 我們沒有這個計劃去做第三期 對 即是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做不來就是做不來 所以最重要的 我們去看當然是看優勝次序 對 如果你去想 就是我們繼續去付派錢 或是繼續去尋找一些工作機會 或者我們叫做製造一些就業的機會 兩者去比較 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說 我們寧願有能力 我們就去製造一些就業的機會 一些刺激經濟的方法 好過再透過一些現金 不論是給僱主或是給僱員 所以這個是在有限資源定的優先次序 所以在施政報告裡頭都提到 除了在大灣區 我們會開2000個位給畢業生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部門 都仍然在量度 例如說空缺 是不是可以快點去請人 因為你知道我們18萬公務員 我們有每一年的流動 因為主要都是退休 都有百分之四 所以你一年都會有七千多個空缺的位置 所以增加聘用效率 甚至是次數 要考慮到其他有沒有一些 臨時的工作我們可以繼續做 譬如舉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 譬如 去到冬天可能會比較少 或者我們在其他和疫情的一些清潔工作 可能要消毒相關的工作 又可以加強一點 甚至有一些 譬如之前我也看過 在建築業裡 特別可能在近期影響 就是裝修工人 因為家庭或企業的裝修 真的少了很多 企業是家庭 我又不覺得 甚至有些裝修工人跟我說 最近生意好了 因為始終大家覺得非 或者錢剩下了 不如是疫情 家裡的鏡頭髒等等 反而多了人裝修 會不會你的朋友有錢 不知道 真的多了 身份是多了 如果我們看統計的數字 仍然是差的 仍然是差的 所以我們有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房委會 我們房屋處 實際上有很多裝修要做 有些有定期 可否有部份 我們可以提早一點 大家知道 例如遊樂場 你知道有些破損 是否可以加快提早 即找工作做 找一些我們反正都會做 我們可以早一點 又或者有些事 我們過往因為資源分配等等的原因 優勢不是擺得很高 所以有些事 可能不是做得最好 各部門總共要交多少數 一共你希望創造這些臨時也好 長多少人數有多少 實際上 譬如在4月想想的時候 那3萬個工作 即臨時職位 大約1萬個 是在工營教構 2萬個出現的 不過部門都很努力 所以現在大約一半一半 透過部門 或者外判合約的形式 製造大約1萬5千個職位 現在我所理解的 那3萬個職位 就叫做派出去了 有大約1萬個 已經請了人 即陸續還有2萬個 有些現在正在請 當然有人因為種種原因失業 於是如果我們在一些部門 政府可以透過政府行為增加這3萬個 事實上在外面還有不少空缺 因為我們永遠在我們的勞動市場內 都有一個所謂配對的難度 有些是 有人沒有人做 有人沒有人做 有人請不到人做 當然我經常在外而勞福那方面 我也是講我們的照顧者的服務 特別是院舍的服務 那裏請人 但是還有其他公司 都還在搶人 譬如一些資訊科技 創科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譬如環保工作等等的工作 環保工作是哪一類 因為我們看施政報告 環保工作就沒有什麼了 它有提及的 在創造就業部有提及的 未來也有新增幾千個左右的職位 是在環保的事業 環保因為在低碳 和未來的一些我們叫做再回收 以及我們現在都會開 譬如大家知道那些廢紙的問題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的廢紙要整理 要運回去 主要是回到內地再重還 現在我們其中一個 也說了一段時間 應該一段時間也會落實 就是我們自己建立廠 將那些紙變成紙章 即是豆章的章 即是紙的章 令到運輸 第一是比較潔淨 第二是變成本地 自己處理了它 亦可以多入產業 所以這些工作在政府現在的事業上 盡量努力從這些角度去考慮 某程度上不是要多很多資源 因為有很多空缺的資源 錢就已經撥了 你請快點 這樣就更多人可以就業 所以在勞工處的工作 除了剛才提及的勞資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如何去做好配退工作 而且就這樣勞工處是不行的 一定要勞工處 再培訓局 一定要做好配對 以前我們有可能聽過 我們經常說一站式 以前就想幾個一站式 但我們說不是幾個一站式 應該所有都是一站式 即是你怎樣配合 譬如我們在失業的人士去中援 我們就會寫服務機構協助他們去找工作 我們這些社會服務機構協助人們去找工作 他可能需要一些訓練 這就是再培訓局 當他找到工作的時候 如果他有一些在在職培訓中 勞工處又有一些在職培訓的計劃去協助他 如果這三者做得更加配合的話 我們所謂的流動性就加強了 即是說他出去 再找工作的速度可以減短 令他快一點 這也是在工作方面 這些工作都做了一段時間 正正正正適合這段時間 那些配合工作大致上已經 是否可以與最受影響的旅遊業、零售、好客遊客的 都可以寫了一條心 不會再針對你們的行業有資助 不如考慮一下轉型 會不會這樣呼籲他們 政府是不會作出這一類型的呼籲的 但你必須心理準備他們 不過在之前報告也提及 始終旅遊業真的重創 不幸運就排第一 當然除了我們航空 就是旅遊業 旅遊業方面 在先前報題 我們還有一個針對性的資助 不過大家都明白 資助只能幫助一些小型的 因為金額的關係 就能幫助小型的矮多段時間 大型的金額就不幫得太多 所以你看到財型的信息 都是來自大的旅遊社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2018年 高峰期差不多有7000萬個遊客 大家都可以去估計一下 在未來究竟多少年 才有7000萬的遊客可以回來 這是大家可以 每一個界別都要去思考 所以政府是否會比較清晰的信息業界 就是除了剛才提及的 比較小型的資助之外 其實政府沒有計劃 再就個人也好 公司也好 再會有資助給他們 昨天在立法會的答案 我們財經的父母的局長 都答得很清楚 派錢這件事 我們沒有太多計劃 所以剛才我所說的幾件事 第一就是除了疫情的控制問題之外 在其他經濟的活動如何加強 事實上如何製造更多的希望是重要的 那些希望就是大家想想 再多看幾個月 前景是怎樣呢 你可不可以還有一些發揮的機會呢 你能否多捱多幾個月呢 另外就是我們在就業市場 令到更多的工作 令到它本身沒有變成有 本來有請不到人 能夠請到人 也會令到 所以聽局長說這一節 其實政府開始轉轉地 最初是保就業或是保住你的工作 但現在似乎是補充的補 我們盡量補充一些職位進去 似乎是這方面開始有所轉變 你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你不知道有多少錢